我們繼續錄下剩下的距離 有人說影片的聲音很小 我會說儘量靠近一點 希望你聽到,如果聽不到的話 你會調大一點的聲音 我給你們看第一版 第一版其實我們已經調教了 是頭五個的 中三人學了這兩個 Unemployment Waste 和 Underemployment Waste 你寫完它,其實最好一次過都寫完 後面這幾個真的要教你才懂 你可以照樣寫完 隨便的 明天要交BOP的工作 如果你還不懂得做 或者不明白怎樣做 最好都是WhatsApp 等我教你 起碼我教你一定是正確的答案 我們現在飛到後面第四頁 剩下的MC 在準備開始講MC之前 這裏其實還有一些東西要調教你 這裏前面是沒有調教的 這裏你們自己先寫一下 我們其實欠了最後一陣子 就是講CPI Consumer Price Index 到底有什麼不好 或者有什麼問題 這裏你要抄下來 有這些東西在下面的架位 它不理會 那些物品有什麼質素的改變 很簡單 例如你買開的菜 它不會理會你買的是什麼 美菜 總之它的菜心 全部菜心的價錢 它都會計算 這裏不考慮替代的效應 例如它定死了 因為它是Fixed Basket 如果它定死了之後 它這五年都不會轉 但是可能這五年之內 突然間少了很多人吃牛肉 可能因為一些病 然後大家都不再吃牛肉 可能反過來吃豬肉 誰知剛好 Basca放的只有牛肉 然後就沒有放豬肉 然後整個CPI定出來的 那價錢就會跌了很多 CPI 其實就不完全能反映 最最後你會看到 它因為只包含 Consumer Goods 所以你看到 Capital Goods 或Producer Goods 這些都不包 那後面的Sampling Bias 其實就是那些 樣本的偏差 或者偏偏 你會看到 其實如果GDP Deflator 那邊就好一點 它包含所有Consumer Goods 和Producer Goods 相對上是精準的 所以我們簡單看一看 這裏的答案 哪個不是那個Problem 那些都是A-Level 考得多 那現在就不見有考 但是我還是要教 你先 萬一考試考了 那就糟糕了 例如第一個 它是用Fixed Basket 這個是它的Feature 就不是Problem 或者簡單來說 如果它用Fixed Basket 其實就會令到沒有 這個Substitution effect 出現 所以這個是屬於一個Problem 這個Feature 令到它會有這個Problem 出現 A會令到你有Do not consider Substitution effect 這個Problem 出現 再下 接著它B的 就承認了Quality 是一樣的 對了 B這個Feature 就會令到出現了第一個 那個Problem 就是沒有考慮到Quality Change 的Problem 所以最後就會令到CPR 是會有些問題的 然後C 就只包含Final Goods 只包含Final Goods的意思 其實Final Goods 這裡你可以想 寫一寫 這裡Final Goods 你可以想 其實它就等於Consumer Goods 所以只包含Consumer Goods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它包不完 那就有些Sampling Bias 再下 去到D 它就只包含Final Goods 這個就完全不關於Problem 包含Final Goods 就不會令到Cpi 量度出來 量度不太好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D 再下到第二條 你會看到CPI 可能會overstay 為什麼呢 看看 Consumption pattern 會改變 1 這個就是反映這個 Substitution effect 這裡可以寫一寫 免得你們 什麼都沒有 做 Substitution effect OK 再下去 後面 這個Quality 這個會更改 所以它就反映了 那個Change in Quality 這個東西 OK 它反映不到 它反映不到 就會overstay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就是那個原因 OK 這個就是反映第一樣的原因 OK 最後就是這個第三個 Wade 是Fixed 你會看到其實就是 Substitution effect 所以A,B,C,D 就是這個 1,2,3 全部適合 OK 答案不是D 好 慢慢地掃進去下面 下面 這些才是氣肉 OK 你一定要認識的 是這些東西 你會看到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圖 沒有的 至少有1個 2個 3個 4個 5個 要找到盡量找到給你的 OK 其實你可以看回第一、二版 就反映到不同的情況 你想想一下 先拿一本出來 你可以看回第三頁那裡 第三頁那裡 那裡有 8個圖 這裏其實就是考過8個圖 很多人可能已經叫救命了 但是你會認一認 我們認一認 這些字 又是考試那句 通常我們都會看Y軸的 這一個 看回Y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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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拿螢光筆 這裏沒有辦法用螢光筆 有沒有可以用那個 畫筆呢 好像有 嘩有啊 好 OK 那我們用回這個螢光筆 你看 這個 真的要用螢光筆 不用對不起自己 哇 還有橙色 嘩 嘩 喂 拿這個螢光筆 隔回這裡 OK 隔回這個位置 但是為什麼這麼噁心 我想說 要不要幼一點 好像彎槍一樣 差不多 這裡這裡 看到了 OK 你拿螢光筆 隔回這個百分比 然後 後面 就有一個 annual rate of increase 那 你會看到 這裡 其實你看到這個寫法的話 我們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 它就暗示了 其實 你看到百分比轉變 然後 見到annual rate 其實你會看到 這個圖 整個圖 其實就是 說 growth rate 其實就是 說 在說growth rate 你可以看回之前那裡 向下 慢慢跌下去 跌到0.1 看回第三頁那裡 OK 有個百分比的轉變 然後在0以上 0以上 然後向下 其實就是 說第三頁 這個第六幅圖 我們可以記錄一下 第三頁 這個第六幅圖 OK 你看到這個第六幅圖 你看到全部都大於0% %一直保持大於0 跌到最後都是0.1 都是大於0 所以無論如何 反映著 這個CPI的百分比轉變 它一直保持大於0% 如果簡單來說 你會看到 如果你用數 這個你不用寫 我告訴你 例如100 那你就會是 1加5.8% 第一年 第二年 將這個數 成1 加4.8% 就是你會繼續 成下去 就算成到最後 一個 就會是1 加0.1% 所以最後 計算出來 CPI的數 其實也是會升的 都是比起 上一年 即是你會比起 年9 的數 或者是9月份 這個數 9月份 這個數 是會大一點的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就會說 一定是有 Inflation 不過升得不太厲害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 我們就開始 把這些字 查了 Inflation has stopped OK 這個stop 這個字錯了 根本沒有停 Price Level 就高 這個不對 OK 我們可以在這裡 記錄 這條答案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它現在 就是有一個 Disinflation 出現 OK Disinflation 其實也是 Inflation 一種 只不過它是 Price Level Increase 就是Decreasing Rate Price 一直是繼續 Increase 看看 夠不夠位 打這個字 OK 夠了 那我們可以改了這個字 Inflation 是繼續有的 因為Price 是繼續升 就沒有跌 所以 要改一改這個字 然後再下去 它就說 Wage 是Decrease Wage 其實是否Decrease 首先我們都要值得懷疑 因為簡單來說 就算有Inflation 代不代表 政府 代不代表 你的Wage 一定會減薪的 或者會不會減薪的 你的Wage 是否Fixed OK 這些你不說清楚 我就幫不了 不知道這是否答案 所以這個也不可以是答案 OK 再下去 你看到D 這是SomeData 那這裡是 調整了少許 昨天的價格 這個是 調整了少許 第六頁的 但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照做 這個是調整了少許 第六頁 不期待的 那樣東西 OK 就說 SomeData Purchase Mortgage Onflat Recently Suffer OK 那你會見到 他就說 總之是借了債的人 OK 要還錢 用樓宇按揭的 那他就說 他現在Suffer了一個Loss 首先 我們之前都說過 到底有沒有Loss 或者有沒有Redistribution effect 第六頁那個 其實很重要 到底他有沒有兩樣條件 他現在這個Mortgage 他在付這筆錢 他有沒有說是Inflation Link 是不是一定是Fixed Payment 那我不知道 第二樣東西 這個Inflation 這裏 他有沒有說過 它是Unexpected 這一條線 他好像沒有說過 是全部Unexpected 即是他預不預期 10月份的時候 是有0.1個Price Level的 升價 或者變價 如果這兩個條件 他沒有很清楚地說明 其實我 不可以給他一個正確的答案 我也不知道 他說這個到底是否真的有Loss 所以這個不可以選 OK 接著看到 Cost of Living 對 CPI就是反映著Cost of Living 這是第一件事 中的 題目在說CPI 行不行 可以用剛才的橙色螢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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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測試 這條題目在說CPI 然後這裡反映著Cost of Living 然後這裡反映著Cost of Living 所以這個他所說的 都已經是對提的 是對的 對的 CPI 和Cost of Living 對提的 然後再下去 他就問你 他現在正在升 不過是在慢性 所以後面這一句 這裡應該有紫色螢光筆 有嗎 有啊 有啊 有紫色 你會看到 他這個紫色 後面這裡說 他那個Cost of Living 是在升 不過是在慢性 慢性 這個意思 正正就是Disinflation 所以這個不是中了 其實也是解釋多一次 所以這裡是中的 沒有錯的 是沒有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是C 不知道還能否選到 很噁心 不過好像有點噁心 算了 明白了 你們 一條一條來了 下面這一條 這一題 第四題 有Year One Year Two 給了Deflator 然後數字大於100 是實數Amount 所以應該是1至4 現在是正在升 所以其實 就是在考你第一個圖 這個可以自行變 不是CPI 這個可以自行變成 GDP Deflator 150 180 大於100 我説這個Y軸 最終的這個 都全部都是100 所以其實它在考你第一個圖 我們就記錄一下 它就可以了 OK 這裡其實是在考你第一個圖 那就是考你第三頁的第一個圖 行不行 所以很簡單 第三頁的第一個圖 正正就是Inflation 不停地升 所以就Portracing Power of Money 跌 你第一個圖 你懂得分析 那它是Inflation 所以Portracing Power of Money 就跌 即你可能買的菠蘿巴比較貴 你不可以買這麼多個 那後面這些再下跌的話 那這些都不用看下去了 你知道主要Inflation 其實這顆字 Inflation這顆字 是關於Portracing Power的東西 那就可以了 其實這課的重點 都是想教你這一點 那你最重要是知道 那我把這些特別的Keyword 這些東西都用回紅色 那可以 那下面這圖 OK 再看吧 第五條 這次這個慢慢跌下去 跌下去 跌下去少過100 GTD Deflator 向下斜 其實這個Case 就比較相似的 我們就會說是小過100 雖然初初高過100 你看到剛才的圖 101 但是也是初步 之後就會少過100 其實比較合適的話 就會是第三頁第四個圖 所以這個就中了 是在考考你第三頁 第三頁 的第四個圖 OK 所以其實這個 你看回第三頁第四個圖 這個是實數 amount的 少過100 或者持續慢慢 每一次都低於上年 其實就反映著 這東西是一個Deflation 反映著一個Deflation 如果你看到它是Deflation 這個圖就用完了 我們要小心一點 如果這個圖怎麼看的話 剛才也說 你要立即使用螢光筆 降低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可以嗎? 這個Y軸 它這次展示給你看 就是實數 你會看到 這裡 慢慢低於100 不要用黑色線 用紅色 你看到 這裡 低於100 慢慢的數 是繼續下跌的 可以嗎? OK? 我當時但拿一連 這個位置是97 然後這個位置 已經下到87 它會繼續下跌 所以這裡 你會看到 就是Deflation OK? 好 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再下 到後面這裡 基於這個圖 如果有Deflation的話 會怎樣呢? 我們看一看 選擇吧 如果有Deflation的話 上次說了最重要的Deflation 就是看Pertracing Power 或者Inflation 或者Deflation 就是看Pertracing Power 可以啦 你說這句的話 就是Pertracing Power 做完了 今次在升 Deflation的時候 就開始扣賣 高一點 那就對了 完了 這句是很簡單的 然後再下去的話 你看看上面那些字 Cost of Living 正在升 這些字很明顯錯 這些字 現在Deflation 我們生活的成本 應該慢慢是Decreasing 就不再Increasing 上面兩個 其實要用回第14課 要逼出來的 這個就不知對還是錯 首先第一件事 Deflation的時候 Nominal GDP 是不是一直在跌呢? 不清楚 因為你看到的話 就好像剛剛 你當這個Nominal GDP 就好像Nominal Wage 那你這件事 是不是預期的 會不會一直在跌呢? 我不清楚 不知道 再下去 VoGDP的話 這個是沒有比較 還沒有清楚 還沒有比較 還沒有用的 還沒有用那條色 還沒有比較 還沒有比較 這兩件事 到底是Growth Rate 哪個比較厲害 我們如果用這個 才可以比較到 到底是升還是跌 多數都是這樣 問你是不是在升還是跌 這些實數 問你這些東西 很大機會是錯的 但是 你剛才都已經說了給你聽 這個 Decreasing Power 在這一課很重要 這一課其實 很多東西 你都是 Focus在Decreasing Power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下去第六條 我又是教你 做了這麼多次 你也看到了 先看看 Y軸這樣三地方 是CPI 可以看見 J軸 1938 Y軸 Türkiye Bn� 很明顯,看也不用看了,其實就是反映剛剛第三頁第一幅圖 一直一直在升,所以就是Inflation的出現 好,所以你又會看到Inflation 做完了,又是Pudricing Power,正在下跌 翻炒而已,沒有變過的,你看到它怎樣? 看不見這條?01年的這一條出了 然後後面呢?07年,6年之後再出一次,今次不出表給你 今次出圖給你 選擇呢?選擇很多都一樣,甚至乎這樣拆一疊給你 二選一,這兩個有二選一,上次就用B這個選擇 Veal GDP,今次就變成Nominal GDP 所以其實你懂得看這條圖,這條就很容易找到答案 大家都努力一下,OK 再進去後面這個,你又看到 040,050,060,一直在升 不用理會這麼多,一直在升大於100的最後 然後考你這個圖 第一個圖,對嗎?高於100,慢慢 所以你看到又是,Cost of living 是會越來越高 OK,試試吧 對嗎?CPI吧? 已經說了 這個又是說回 剛才這一條,99年這一條 有點像 因為又是說Cost of living 這個比較漂亮 這個顏色 不是,這個像紫色 用這個好像比較好 用這個吧 咦?Cost of living 看見到嗎? 咦? 這樣嗎? 可以拆嗎? 拆膠 先拆一下 先用一用 剛才選擇的是什麼 Disinflation 這裡 這裡 OK,完成 好,飛進去 後面 完成了 這裡的MC 其實不是很困難的 你懂得看圖 你看到都是教你如何分解圖 其實答案就很容易出現出來 其他的就不是重點 我想要再學多些 你才可以完全分解清楚 如果要真的說的話 其實就是Living Standard這件事 我們是要用Per Capita Real GDP 所以這裡看不到 你只給了這顆數 我不知道其他 然後再進去 簡單來說 我這裡不如說沒有Population 我不知道Population 是怎樣 或者其實應該是Per Capita Real GDP 按一下 GDP 不是很久 要不要彈一下 不用,那就這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Per Capita Real GDP 是怎樣 所以就不知道 後面這個 Per Capita Nominal GDP 正在升 它說正在升 我不知道它上年 那顆數 和今年的 那顆數 如何比較 沒有顆實數出來 所以A也不能選擇 所以A也不能選擇 你一定要選擇最佳 沒有這樣選擇C 所以這個說完了 你就可以飛到後面B的版本 第七頁 第七頁 相對上應該更容易 因為你記緊要 上次這個說 就是要懂得分 哪個付錢 哪個收錢 那現在這個呢 準備等會說 我們去到MC第八條 我會在這裏說一次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 這個第一條 因為這個題型 已經太舊 應該不會怎麼考 那我不說這個 先看看 定義形的題目 例如第二條 它就問你 Inflation是怎樣解釋 持續的上升 OK 就不是Inflation 它就說 一件貨持續的價錢 上升就不是Inflation 噢 做完了 OK 搞定 因為呢 在北紀這裡其實有說過 嗯 等等 這一句 一件物品持續的上升 就不是Inflation 之前也都說過 因為它是一個basket of goods 來的 那你就不是說一件貨就可以搞定 那我們這裏可以寫得清楚 就不是說refer to第幾頁 OK 那你寫得清楚 因為是 錯了 額骨這個字 那因為我們在說 要 是不是Inflation 我們是要看那個basket of goods 到底是否持續上升 這樣才對 可以嗎 那就是這一點 OK 那再下 During Inflation Everyone suffer OK 那全部人都會suffer 這個字 那是錯的 未必全部人suffer 那你剛才上面 學了第六頁那裏 如果有 Unexpected 的那個 等一下 我們可以記錄一下 其實如果你看到 Everyone suffer the same 首先第一件事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suffer 另外不是每一個人都會suffer 所以有些人是會有機會suffer 所以這個也是錯的 這幾個字 During Inflation Income和Price increase at the same rate 這個不一定的 OK 不一定的 因為前面教過 有機會可能 Income升得高些 然後Inflate 然後Price升得少些 最後你的Real Income 就升了 那這也是沒有考慮 百分比升跌的問題 那再下去 Inflation就會有利益 特色那些人 whose income 是fixed 如果Inflation 是對一些 Income是fixed的人 有好處 那就慘了 OK Income如果是fixed 的時候 在Inflation 他應該蝕了 他應該suffer OK 沒有可能的 是對那些 Expanditure的人 Expanditure是fixed的 就會有利益 OK 如果你說的Income是fixed 怎麼看他也是suffer的 可以不可以 因為例如你 人工通脹的時候 你本身拿到1000元 你現在不加人工 或者通脹 你繼續保持1000元 那我買的東西買少了 那這肯定是錯的 可以不可以 所以這就是概念題 你會看到 為何BCD錯 A 好 去到後面DSE型的題目 這個相對上 我想大家就要 要注意一點 OK 我們先選一些keyword 先看看題目 會抓到一些字 Unexpected 是Inflation的情況 然後問你 哪個Loss 據我所知 剛才說了這麼久 Inflation 你要很清楚 其實我們要找Loss的話 我們應該是 找下面的答案 我們就少少心心 總之是找收錢的人 一定是虧錢的 因為員工收錢 我不加人工的是收費 所以你可以看看 第一個 收定期存款 time deposit 哦 那你收的那樣東西 就是interest 我不知道有沒有位 這裏 interest 希望有 應該也沒有 OK 唉 收interest fixed interest 一粗看不行 會不會跌進去 好像沒有事 沒有事就行了 我們這裡就可以寫一寫 它要收什麼呢? 它就是收Fixed Interest Return 行不行? 所以你會看到收Fixed Interest Return 其實它就虧了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你要看上面 每一個A,B,C,D 其實都可以作為LongQuad去問你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你會看到這個 我在後面寫得清楚一點 你會看到 它這裡其實是一個Receiver 它是收錢 行不行? 好,再下 你會看到C這個 還錢 它是Payers 它就會是Gain Repay Fixed Mortgage 所以它是還錢 我這裡就 不知道是否夠位 看看寫不寫到 它應該是Payers 寫到 Payers的話它就應該是Gain 你自己寫回 這個一定錯 八萬富翁 將它所有用黃金 去存在一起 如果你用黃金的話 為什麼這樣說呢? 在Inflation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教你一件事 當Inflation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 Money的Portracing Power 就會Decrease 黃金就是一種實物 所以 當一些 錢是 我們叫做Money Asset 如果手上 持有Money Asset的人 就會失去 這裡你可以寫下 就是 Money Asset 的Holders 就會失去 然後 如果拿著Veo Asset Veo Asset 即是樓 那些東西 那些人 其實它就會Gain 所以這個 你要小心一點 OK D這裡 留意這一點 拿著黃金 其實就是拿著一些 實物的資產 所以它就會Gain OK 因為它很保值 那些東西 就不會無故 受到Inflation的時候 無故跌 所以相對上來說 它就會賺 OK 下面這一條 就比較像數學 多一點 其實就是要用這一條 顏色 即是你們覺得很地獄 教了你十幾二十次 也不懂的 這一條顏色 OK 那你會看到它問你 Expected Inflation Weight 即是我下面用著 紅色的那顆字 我這個呢 就粗體賣給你了 我的目的就是想找GP 那要放一擺位 其實它前面已經說了給你聽 我把藍色 放回漂亮的位置 之後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在說的 GN 後面這個是 View Interest Rate Growth Rate OK 等了下去 這裡 等一等 好像不太好 OK 你看到吧 我這裡不打進來 你看到那個字 你自己寫回去 因為 退了位置很不忌 免得 你會看到它就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再排好 那顆數 之後 我就假設了一些數字 我當這個是10 那後面呢 就會減了 後面的顆數 我就當這個是5 那正正我就會看到 最後是5 就是一個正數 正數 可以嗎 正數 那這裡就會發現 這個是positive 一定是正數 一定是正數 一定大於0 那後面呢 你們可能會有人問 喂 等我熔過什麼 OK 後面可能問 喂 為什麼不知道是升還是跌的 這兩個為什麼一定錯的 喂 我現在這裡呢 我只看到其中一年 如果你說的 Inflation Rate 正在升還是跌 正在 這裡 我們是要多過一年的數字 就是我要有兩年的 我會知道去年可能是4還是5 因為這裡 例如 如果我去年的話 我是4、5 這裡計算出來 可能會變 所以就不同 這個沒有辦法看到變化 只看到今年的實際數字 計算出來就是5 一定大於0 但你問我是不是高於去年 即是去年是4 今年是5 你都沒有額外的數據 讓我計不到 OK 那你就考上這一點 第四條 後面那幾條 就容易一點 我們可以看看 OK Unexpected inflation 哪一個會有利益 行不行 OK 我們看看裡面的字 我們看看 剛剛好像說了一個 你會看到的 這裡是第三條 interest rate adjust to according to the inflation rate 這個很重要 這個上次不是說過的嗎 如果是它那個 payment 是會adjust的 那你就會看到 其實它就 它無論是 它是receive 它這個是receive 為什麼A那個又是 lose 這個又沒有呢 因為它是inflation adjust的 所以其實它會跟著去變 no gain no lose 行不行 no gain no lose 會不會 哎呀 還是一條 等等 哎呀 OK 好 那你會看到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一條題目 這個b這個 有時候也會考的 所以你記住 OK b這個 如此率推 我們現在看一看 後面這裡 看看它會經濟 除了它是否 unexpected 之外 有另外第二個條件 就是它是不是fixed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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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fixed payment 剛才的inflation 就是這個 它不會 它不是一個fixed payment 它是flexible OK 會變的 所以就會no gain no lose 看看這裡 這裡有另一顆 它是floating floating的話 其實就是暗示著 它是floating這顆字 其實就等於是flexible payment OK 即不是一個fixed payment 所以這裡我們也會看到 這個 它最後出來 是no gain no lose OK 行不行 順便學這個字 你可以記得 這個情況 A一定錯了 A一定錯了 可以嗎 A一定錯了 塗了它 OK 再落到後面 再落到後面 這裡你會看到 我們剛才說過 誰會 誰會 今次問你benefit 上次是問你誰會lose 如果問你誰會benefit 的話 其實就是給錢的 便會benefit 我們可以逐個網 manager 收錢的receive 不用問了 fixed salary 他一定是虧錢的 OK 因為他是一個receiver 那他一定是lose的 不用想 OK 做完 好 再落到去 還錢 看到嗎 還這個fixed mortgage 經常都是這樣考的 不用怎麼問 那 又是那句 不夠位 一句兩用 不是啊 等等先 看看 他是還錢的 他是payers 給錢的 那你會見到c這個答案 他就正確 c這個正確 因為他是一個給錢的人 他現在正在還一個fixed mortgage 所以他就會害怕 這樣搞定 C 再落到去 退休的老師 收這個dividend ok receive 看不見這句子 他也是收錢的 收錢的話 這裡其實他正在虧 就是這個 這個 正在虧 這樣做完 可以嗎 你可以看到 這隻mc 基本上 你就是學會怎樣去分 到底哪個賺 到底哪個給錢 哪個收錢 然後就會找到答案 OK 唯獨是有一點點不同 或者特別難的 就是這個b這個答案 和可能d這個答案 money asset和view asset 你要分一分 OK 再下去了 第六題 inflation是對的 你會見到 這兩條一樣 那 inflation 就起 當 突然推出了很多 cash 出來的時候 那 派錢 派了很多錢出來 就會令到 inflation 出現 不對的 inflation出現 之前學過的定義 是會有一個持續的上升 才會出現 派錢 一次性 的 所以 就不對的 所以就不對的 那 然後再下去 你會見到第二個 那 它就說 inflation 如果是預期的話 就會re-distribute 如果是預期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任何的re-distribution effect 出來的 OK 所以一不對 二也不對 所以選擇一點 你說的就是三 OK 那 大家就會 prefer 有inflation的時候 就會拿著一些real asset 那 這個就是我們想說的 那 考試你也要小心 如果你是預期有inflation 那個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就會開始跌 那我們就寧願拿多些real asset 不拿著錢 OK 所以就是第三 這個對 再下去了 有這個 un expected deflation 問你誰會蝕錢 那 你可以看一看 OK un expected deflation 的時候 誰會蝕錢 那 你會見到 就是pairs 所以我們在下面的題目 現在就要找pairs 就是pairs OK 那看看誰會蝕錢 我們會見到的 市民正在付一個 fixed amount of rental payment 他應該 如果是deflation的時候 可以付少些錢 但現在不可以付少些 所以他就蝕了 可以嗎 OK A 解決 然後你見到下去 收一個固定的interest 這個是receiver 所以他在收一些fixed interest return 那他就一定會是gain OK 那 然後再下 又是這個字 看不見到floating 所以很明顯的話 其實是在說這個 又是他只要是floating的話 就是no gain no lose 可以嗎 再下去 他如果是working 然後收一個fixed nominal wage contract OK 收一個fixed nominal wage 那 所以你會見到呢 b和d都是錯的 這裡寫給你 OK b和d都是incorrect的 因為他們大家都是收錢的 收錢的人呢 他們在這個情況下 就會gain 可以嗎 理論上應該要減薪 理論上應該要減薪 理論上應該要減息 不過大家都在付一個fixed payment 所以bd都一定會錯 可以嗎 好 最後一條 你會見到他就問你 在unexpected deflation的時候 哪個gain 其實基本上 所有的題目 所有的例子 都做了給你一次 deflation的時候 哪個gain 你剛好上面看到的 先看看 打錯了 收錢 收錢 那就是收錢的人一定會gain 行不行 所以我們看一看 這個 也都第八條 這個是最難的那個 那我拿螢光筆 要選一選 這個比例 A這個選項 I bond 我們看一看下面這個 你會見到的 他現在下面這個 還在一個floating mortgage 如果其實這裡 就是還在一個floating mortgage 你看到還在一個floating 這個floating的話 意思就是上面這個 如果floating 即是flexible的payment 那就一定是no gain no lose 即是不會有事 所以2如果錯的話 其實已經找到答案了 那就一定是B OK 那再下去看看 為什麼一三是正確的呢 三這個你會見到的 Pension 這個你會見到 他就是收這個固定期錢 那他收錢 所以你見到收錢的人 就會賺 行不行 那再下去了 開始有些人 可能會有疑問 你們 為什麼I bond 拿著I bond的人 一定會賺錢 我們可以看看 之前的解釋 什麼叫做I bond 你會見到的 I bond的意思就是 Inflation linked bond 就是隨著 Inflation rate 怎麼變的時候 Ininterest rate 就會怎麼變 就是假設了 如果我的Inflation Inflation Inflation 如果是5%的話 你會見到的 Inflation是5%的話 可以不可以 但如果現在沒有任何Inflation rate 現在沒有任何Inflation rate 出現出現了一個 Inflation 情況 例如Inflation 可能現在會有 Inflation 就是 -5% 理論上 我們應該不再派息 應該要派0% 但由於政府 持續這一根 这个波盘无论如何,他一定会派2%给你,这是政府特别的波盘所致 理论上在移动时你应该不会有任何懂得收到,甚至扣到 但你会看到由于这是政府 的波盘 它无论如何也会保持投资高度2%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你会赚 这个唯独是当年特别难的选项 所以你会看到B这个第一位在持有点原因 如果再回想一想,它是屬於一個接收者 所以也是一個接收者 這個就完成了第一至八頁 前面那些字都寫了 後面之後就真的開密 這些時間都是總之 你要把測器交給我看 你有看過那些影片 就可以了 這些測驗的東西 我們要回到學校復課後再做 那就是這麽多 無力